大家好 今天玩的是祈求秘密賊 新版本的時候很多觀眾就在問 祈求賊現在是玩什麼體系比較好 那也是羊羊發現秘密賊的話是最好用的一個 他可以靠珠寶商拿其他職業更多的秘密 只趴的東西好像就是賽弗瑞斯拿照明蛋了吧 那這一套也是沒有帶悶棍的 因為我們有帶持棍擊昏者 你頭上有秘密的話就可以把對手悶回去 又可以加兩費的費用 那你只要悶對手9費以上的生物 他就是永遠丟不出來 因為沒有11費可以讓你打 起手留牌的生物我看到法老貓和無賴都是一定抓的 後手的話我才會考慮去留范克里夫 法術的選擇的話就會去留貝刺 易密的話只會留斧擊 第一場打的是聖騎士 沒錯就是讓羊羊玩得很生氣的聖氣聖 也就只有這個牌可以玩了 那其他的套牌我還是沒有研究出來 二費的選擇的話我會直接按天生技拔刀 不會直接丟下珠寶商 因為珠寶商想要洗秘密 他也丟下聖氣聖主要的一張卡 奧多爾的護蟲 降了所有聖氣類的有關的牌 3滴血很適合直接封印命運解掉 拿到一個龍幫重我是覺得還好 前期如果拿到無面幫重和狗頭人幫重的話 在戰場上是有很大的優勢 那也是在很前期的時候做出一個智慧聖氣 我跟大家說一下這個聖氣聖是怎麼運作的 他會盡力在前中期洗大量的聖氣類的法術 也是降過費用所以就是很順暢 等後期的時候直接丟下利亞德倫女士 就可以拿到大量的降過的法術 然後再一次丟出來 所以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盡量在前期能兇死他 但我這手牌很難兇死他耶 手中也沒有范克里夫 他這裡就一直丟下聖氣 能加減丟一下就加減丟一下 所以前期上他也會丟一些小怪耶 這樣子比較好貼 誒 說曹操 曹操到 右手進了一個范克里夫 手中是有兩張暗影閃現的 那先以太人拿回來看一下 能拿到什麼法術 把這范克里夫養得越大越好 那也是盡量拿一些dfeit好了 邪惡攻擊拿一下 而且我們可以打他的頭 這三滴可能是後期蠻重要的傷害耶 再看一下 暗影閃現再拿 再暗影閃現回來 我的以太人幫助 我們再丟下以太人幫助 再暗影閃現 這樣就可以做超大 但沒辦法一直暗閃 拿了一個張準備也不錯 那秘密的選擇的話 我會選擇輔擊喔 如果丟下偷天幻日 對手撞一下我們的范克里夫 進化三費 沒有我原本做的還大 那這樣子相當的矛盾 邪惡攻擊也是丟下去 讓范克里夫做的越大越好 T5 22的范克里夫 他這裡要怎麼解掉呢 哇 正義的盛氣 剛好五費 哇 范克里夫直接變一血 藏上的怪直接撞掉 也太準時了吧 那下回合只能看我們的秘密開秀 或者是幫眾開秀 先丟下一個珠寶傷 秘密丟下去 看能拿什麼秘密 那拿放蛇好一點 下一張的話 偷天幻日好像比較好 因為我們不需要冰甲 我們不需要活下來 雖然偷天幻日已經在頭上了 但我想他應該會直接撞一下我們的珠寶傷吧 或他丟下怪的話 我會拉出一隻有劇毒的223 那他也是必須解掉 不然不能丟出大怪 現在他丟出手下223出來了 那他會不會撞一下呢 還是他沒有要丟大怪的意思啊 好吧 那就不能洗秘密了 有點尷尬 也不能做連擊去無賴了 但沒關係 我們先酷蘭龍的法師 看能拿到什麼法術 這幾張也還好 算了 先解掉場面好了 反正只要進化3費的話 對我們來說場面都是比較有優勢的 他終於撞了 進化了一個4-5 那還可以啦 至少沒有很爛 放蛇也順便一起觸發了 感覺他是故意撞的 有沒有火沾一次啊 沒有 又丟下一個降聖器的 這樣他又降了2費 手中應該是有希望聖器的吧 這樣就可以6費 直接打出一個800 8-8的嘲諷 完蛋 現在的場面好像不太妙 右手進了一個葛拉克朗 在想這個劇毒刀 應該是要直接拔了吧 不然這個5-7我們過不了 我們要踢他的傷害在頭上了 拿到一個嘲諷幫中和以太人幫中 好吧 那嘲諷給一下蛇 因為他還會拿到一個劇毒刀 他要先過這嘲諷才能解後面的怪 偷天換日也順便丟下去好了 因為有兩張 這蛇會進化變4費 4費的怪又可以讓他吃 可能4點以上的傷害嘛 好 全部撞頭 應該只能丟下正義升七了吧 順便補個血量 可是我悶棍的 丟下信用幣 我想說他什麼事情要用到9費 原來是騰個位置抽牌 抽5張牌 銀白4重丟下去 那這樣場面是贏不了我的 我下回合要直接爆打他一頓 仔細算一下 我們場攻就已經11滴了 加上刀的傷害 毒藥的傷害 還差2滴血 右手進了個讚美格拉克朗 看一下能拿到什麼傷害幫中 沒有 那這邊只好變身了 拿到的機率應該會比無賴好一點 因為無賴的話只能拿狗頭能幫中 我們場面是6隻怪的 所以加上無賴的話 必須得自殺一隻 那只能拿狗頭能幫中 那傷害剛好夠了 配上毒藥 剛好斬殺 贏下了我們的第一場 這個聖騎士也是很可憐 沒有秀到莉亞德倫的女士 這根本不太可能秀起來的 如果你要遇到那種惡魔獵人 前期更快的是根本沒機會的 但羊羊還是會測試那類型的牌組 大家不要著急 第二場打的是盜賊 現在的盜賊 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樣 還是他是玩無雙賊 無雙賊的話好像也是蠻好玩的 1費的話我不想要直接丟這112 這112感覺就直接被被刺解掉 讓他湊連擊什麼的 我還不如有秘密的時候 可以把他悶回去的時候 是更好一點 或者是 等一下 真的不行的話 可以配合泛克里夫的連擊 丟了法老貓 法老貓又拿到一個 惡廢能重生的生物 太賽了 那秘密的話就一個一個測 這裡先丟一下生物 看一下是不是輔擊 輔擊的話可以直接被刺解掉 然後再做泛克里夫 也是可以 不是的話就只剩偷天換日和卑鄙手段了 看一下法術會不會觸發 觸發了 那就是卑鄙手段 那還OK 我們不影響做泛克里夫 直接兩個被刺交上去 硬幣泛克里夫 T3直接再做出大的一波 比較怕的是他有帶門棍 也是不知道他是什麼賊 喔 法力刃爆 那應該是無雙賊了 這回合能丟的東西也是蠻少的 先讚美葛拉克朗 看一下幫中拿什麼 龍幫中的話直接丟下來 嗯 都蠻大的 選一個酷蘭龍法師好了 因為我們的牌組節奏比較偏快 所以不想要拿太大的龍喔 他解不掉泛克里夫的話 差不多就走遠了 先打一下 先解掉 拿一顆水晶 菲克天楞 直接被解掉 那我們場又就被搶回去啦 下回合的話應該只能丟 葛拉克朗之盾了 這幫中我們就留著 反正他過不來的話下回合直接國王 或是他不解這個幫中的話 就直接國王 對他來說 提早國王壓力也是很大的喔 對手也是丟了一個葛拉克朗之盾 看他能不能拿到衝刺幫中 或者是狗頭人幫中了 先解掉 哇這樣子是個虧著換 他想要按天生技解掉幫中 他也是有在防 他知道 盜賊如果先做出國王的話 會差很多 所以一定要解掉這國王 那想說 又費沒事情做 右手進一個龍蹄 節奏打滿 還可以 一個66的體質 他也是沒辦法優勢交換的喔 直接做出女巫幫中 是要丟國王的嗎 沒有 無面腐化者 但是兩隻撞上來的話是很虧的 他有沒有被刺呢 也沒有 而且進化的 這個惡惡也太小隻了吧 他該不會是吃到我的口水了吧 那我們這裡直接做出一個國王 七費國王也是可以 對手還沒丟出來 下回合的話就直接三張抽零 弄死他 巨龍財寶先發現一下 他是無雙的話 只要拿到無雙 啊 直接拿到一個恐龍訓服者布萊恩 那好虧喔 這八滴也是直接敲我們頭 欸 我們手中可是有剔骨的耶 他是不怕我們斬殺他嗎 小怪也不解了嗎 下回合他想拚斬殺線 好啊 那我三張抽零 看一下能不能神抽 我們傷害也只差一點點了 能打出13點的傷害 先看一下抽三張能抽到什麼 信圖 再沒格拉克朗 那還是有機會了 我們看幫眾 能不能發現傷害幫眾 哇 拿到一個狗頭龍幫眾 那就可以直接斬殺啦 我覺得對手上一回合結場的話 我是一定會輸的 別人常說死於結場是沒錯啦 但這個盜結上的支援差距 我應該很快就輸了 那也是贏下我們的第二場 最後一場打的是德魯伊亞 手牌換進來的 沒有一費手下 二費我只留了一個秘密輔擊 輔擊的話 如果遇到變大化德的話 算是很好用的一張卡喔 沒想到我留了這輔擊 他就變成變大化德了 我以為現在都是Token德比較多一點 那二費也是直接丟下我們的秘密 秘密先下的話 可以給他滿大的壓力了啦 那還好他沒有直接二費夢境吐息 做個成長 德魯伊如果前期做成長的話 我是應該很難受的喔 右手進了一個封印命運 可以直接丟在他的頭身上 看一下拿到什麼幫眾 無面幫眾還可以 前期可以給一點場面 因為我們手牌比較卡 前期是比較少生物可以丟的 哇 慢生素 他直接做個四費現在最強的成長卡 右手進了一個持棍擊昏者 打變大化德是很好用 但這回合也是不會直接丟的喔 偷天換日可以應該直接丟下來吧 他要觸發兩個秘密 比較困難 因為他是變大化德 丟下龍炭 那輔擊就會觸發 那這個四八也是輕鬆就被我們解掉 看一下右手是進什麼 不然就是直接丟我們的葛拉克朗之盾了 進無賴的話 我這個劇毒是不是可以保著啊 我只要持棍擊昏者先把他弄回去 又可以做無賴的連擊好像不錯 變大化德頂多就帶一張灰擊吧 那我也是可以把小怪先鋪一下 兩血以上的應該就不會被解掉了 再拿一張發現傳說卡的 他等一下如果拍大怪的話 我劇毒就直接解掉 他要先變身 觸發我們偷天換日 他好聰明喔 那我這劇毒就直接沒有了 變成一個五五的生物 那應該是灰擊要解掉了 新隕束 好那雜五滴 欸沒有是選擇燒場 原來是有帶這個泥沼光束啊 場上只剩下一隻無賴不能做什麼 丟個葛拉克朗之盾 看一下給我們什麼幫眾 以太人幫眾和狗頭人幫眾 我們先丟以太人幫眾 如果等一下拿到準備 他沒解掉幫眾的話 就可以準時開抽 那也只能拿一張宿願 這個宿願是可以觸發的 因為我們有一張 拿其他職業的傳說卡 解完支線熱物 拉出伊瑟拉 他的變大化德好像有帶的有點大欸 而且有帶一些騎匪以上 才能用的那些卡 鐵樹皮樹直接貼上來 國王那也一定是拿三張抽零啊 巨龍財寶看一下 大法師好像不錯 因為我們手中是有蠻多小法術的 這樣兩顆火球就是12滴血欸 他現在剩18滴 好像有機會用法術把他打死欸 雙頭暴君 看能不能解掉 4攻的 哇好賽 被他解掉了 又架了一個嘲諷 那好像真的要用大法師把他殺死欸 伊瑟拉又拿支援 重點場上的這兩隻我要怎麼解啊 雌棍擊昏者進來了 那我們先三張抽零看一下抽什麼 抽的都蠻小的 有屁股不錯不錯 那先秘密先丟下來 把雌棍擊昏者悶掉這9費 變成11費他就丟不下來了 好用好用 無賴再看一下拿什麼幫眾 鋪場的應該是能打都直接打 哇還好我們是先打這個無面幫眾 叫出來一張末日 害我們差點就掃場 但我想一想 好像打變大化的這個末日預言者 好像比其他的生物還要好一點 因為末日預言者的話他就不能鋪場 我場上的小怪也不一定能解掉他的大怪 慘了 這一手好像打錯了 但沒關係 我們學一下韓國人BM一下對手 我們就是在BM 打錯就BM 那直接丟下我們的阿哈法師 開始熄火球 再沒格拉克朗 零費的 而且手中還有很多零費法術 再沒格拉克朗 再洗一顆 屁股的話是可以直接丟他的頭 因為我們快斬殺了 這被一次不能丟對手的怪 所以可能就丟自己的怪 丟這個伊勢好了 反正等下也要自殺 沒想到靠阿哈法師真的贏了 那不小心又BM到對手了 我們其實這裡要去解七七的生物會好一點 這五九我們根本撞不掉 是可以靠狗頭人幫中解掉 沒錯 但不要了不要了 直接把他解掉的話 又少了兩滴的傷害 反正我不解掉這場面 我也會贏 公然BM韓國人 夢境直接把我們的阿哈法師還給我們 但他不知道 我下回合還有一張狗頭人幫中 12滴 可以再靠狗頭人幫中補掉這傷害 我們的臉 逐漸法師化 直接把他帶走 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明天到按讚數目標也會準時發片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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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